谢谢敏娜老师 我其实挺理解您的 我理解您唱歌 我理解您理财 我都理解 因为理财是她的爱好 唱歌是她的爱好 我们不剥夺你的爱好 我觉得回家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叫清盘 所谓的清盘是 夫妻共同把所剩下来的资金 到底是多少盘清楚 不是她说多少是多少 是每一张单据 全部都给她盘出来 清完盘之后 再做一件事情 规划一下 80% 70% 6% 不管百分之多少 你们俩定一个原则 比如80%的盘面 是不能动的 另外的20% 就是给您玩的 您去投去吧 挣了就挣了 赔了就赔了 我的建议是这个 因为你要给她有爱好 真的得有爱好 而她的爱好我发现就是在那儿 她总得在人生的不同地方 找点成就感 当一个人什么都没有 她觉得她完全被否定 被别人否定 被自我否定的时候 生活就没有意义了 是不是大哥 对 所以你现在寻找你的人生乐趣是歌唱 她的人生乐趣 是总想在哪儿再站起来一次 但是又不能那么大的风险 咱就把风险压到最低 事儿你们自己商量 我们年轻人 我们就给你提供一个建议 对吧 你们自己拿主意 一起进入真情六年 我觉得刚刚 几位老师讲的 都是在亲在理的 我呢就等于说 回去一定就把家里面所有的数目都给你 有最起码你有知情权 把这个所有钱都告诉你 然后你自己了解我们家的情况 然后呢 我也不是要报了钱 我要钱要什么用呢 我也是为了家里面 对不对 我也想为家里面好 所以呢 你要想管钱 我也交给你 你看怎么样 我现在想通了 这个钱嘛 你把它吃的了 喝的了没有的关系 随便这么浪费 没有的关系 但你不能再去炒股了 不能再去买底菜了 当然了 喝面了 我也想通了 钱财 都是三位植物 好 行 都明白就好 道理明白了 具体怎么操作 回家再商量吧 谢谢两位啊 谢谢你们的分享 请回请回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 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拨打我们的 报名热线 小心被骗 我们不收钱 收钱就是骗 咱们最后看看 这对老年朋友 怎么再相逢吧 请开门 好 你看你身材保持得多好 来来来往前下往前下 大姐还有钱啊 慧莫如深的啊 哈哈哈哈 好了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幸福嘛 有请我们的小花团 有请 快来两个小宝宝 哎呀好好好 谢谢啊 谢谢你 一起见证这对 31年婚龄的老夫妻的 浪漫时刻 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